痛得很痛 現在其實沒那麼痛 把我的閃道拆出來 Hello Hello 我坐完圓了 可以回來見大家 而今天雖然有點腫 希望大家沒有介意 因為這個月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不過我們說一下 一個月前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果然我們今天 這個看醫生應該是 最後一次做產前檢查 下一次再見他 都應該要生 現在比這個頭的尺寸 已經是40周的尺寸 最強一個大頭B 然後醫生說可以 補一個時間 backup plan就是 吹山 好像 姓吹的先生 這個時候 要找 然後 如果 如果無意外 11月1日晚 吹摸摸摸 對 11月1日晚會入醫院 10月2日 就進行這個 吹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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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向下 他的臉向右邊 這個位置 是最好的 寶寶在這邊 不是不能生 是能生 但是 他寶寶的頭 即他的樣子 向著外面 不是那麼好 因為他向著外面 他生的時候 會這樣 他會卡住 所以我之前很害怕 我很想他轉到這邊 所以我看完那次醫生之後 每天在家裡 我都做很多不同的運動 我感覺到他一次的轉身 就是Halloween那晚 我突然感覺到 他踢的位置不同了 因為寶寶到了後期 你很感覺到 他的腳在哪裡 然後我很開心 我突然跟Eason說 寶寶已經轉身了 但如果不轉身 他就不會去到這邊 但是那一刻 我又不想跟大家說太多 因為我很怕 我說了出來之後 他就會轉到那邊 我們吃什麼 吃Burger 哈哈哈哈 海茶Burger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選了Burger 但是好像 慢慢解 這麼油膩的東西 當然要現在快點吃一下 而且還打算喝一下 冰淇淋 熟悉冰淇淋 不知道會有什麼事 所以 只剩兩小時 自有自重 還可以在外面說什麼 爸爸想說什麼 寶寶 寶寶 不知道你是今晚出來還是 明天出來 千萬不要殺好出來 哈哈哈 喂 今晚 明天也可以 如果今晚開始 不要讓媽媽那麼辛苦 不要讓媽媽那麼辛苦 加油 不要跟他說 好了開動 拜拜 現在已經進了醫院了 現在 聽完BB心跳 好可愛 讓你聽一下 都幾快 剛剛抽了血 接著現在就 聽半個小時他的心跳 聽完如果一切正常 就要下藥了 希望一切都 想來 唉 我打算這條眉 可以流到明天 但我知道 這條眉太厲害了 唉 救命 原來催生 就是你進醫院之前 那一晚 姑娘已經會 幫你放藥 在你的身體裡 那你就會等 我當時還很天真地問 姑娘 如果今晚放藥之後 是不是我凌晨就會生的呢 這個藥是不是很厲害 我立刻有作動的感覺 她說 你都可以等到明天 醫生早上來的時候 如果真的準備好 你就可以生了 等到早上六點幾 強烈一點的M痛 這個可能是震痛的開始 我又記錄了我多久痛一次 7點06分 我覺得少少痛 7點12分 有少少痛 7點18分 有少少痛 因為我覺得為何三分鐘痛一次 為何別人震痛 不是20分鐘 10分鐘才痛 為何我7點的時候 每三分鐘 我就感覺到有痛 但這個痛不是很痛的 我還在這裡睡覺 9點鐘準時 醫生推門進來 就是說 怎樣啊 有沒有感覺啊 說 嗯 有啊 我開始痛了 接著 我們房間很暗的 窗簾都未拉開 醫生說 你還在這裡睡覺嗎 我也是的 檢查的時候 就真的很痛 那一刻我是 那個感覺就是 你還在睡覺的狀態中 突然撕了你一下 然後你整個人都覺得 很痛啊 然後醫生就說 好吧 現在開始你可以感受到真正的痛 痛了 現在其實沒有那麼痛 不過那個人還沒有回過 那個神出來 那其實醫生做了些甚麼呢 醫生是 幫我看看我的子宮頸開了沒有 其實我是沒有開到的 所以我之前自己很自以為是 很痛的感覺 都是假象來的 我從九點開始痛的時候 我就叫Vincent 幫我出去買早餐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快點吃早餐先 有一個很有經驗的姑娘 跟我說 你這個case 我想十幾二十個小時 她說你多走一些 你蹲一下 打算和Vincent一起 在房間裡 就是走一下的 那時候我已經去到一個狀態 就是 每一兩分鐘我就很痛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可以 那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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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痛的感覺 所以我幾乎是走不到的 我是 站了起來 然後我就要休息一休息 然後我整個人是 趴著了在Vincent的身上 真的太痛了 刺骨痛的感覺是 它一直黏著 痛到我後面的膝蓋 就是我的坐骨 屁股下面 所以我是整個下身 盆骨的位置都很痛 我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是陣控加上刺骨痛 我是哭不到的 我心想如果那時候 就是我身邊沒有一個人 在隔壁支持我的話 我會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在哭 為什麼我有忍受這個痛 但是那時候我告訴自己 我不可以坐的 我一定要走 令到它開 就是醫生說 怎樣都要開一至兩度 才可以幫我打毛痛 那我就心想我一定要走 我一定要走 走到它開了一兩度 我才可以打毛痛 那我就可以不痛了 我想我可能有五六個小時 沒有去到廁所 因為太痛 坐在廁所上面 然後我就按那個 那麼急的那個鐘 我好痛啊 去不到廁所 現在怎麼辦 那一刻呢 那個姑娘 和你身邊那個人的支持是很好的 那時候那個姑娘 立刻衝進來 接著她扶我 立刻讓我坐輪椅 她就說 不要緊 我推你下坦房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幫你打毛痛 現在立刻打毛痛 因為我去不到廁所 也很大件事 而這樣拆臘管 之前就打了毛痛 才可以 這樣就減輕我一部分的痛 那時候我聽到這個說話 那時候就說 好啦有希望 但是我又很貪心 我不知道自己開了 還是未開了 但是那個時刻 我跟Vincent說 一陣子打麻醉的時候 記得幫我拍片 進了廁房 打麻醉 是以為我打得很痛 因為我30秒就痛了 我真的太辛苦了 很可憐 我打麻醉之前 他們再幫我檢查一次 我還是零的 是否完全沒有開 我痛了那麼多個小時 都是沒有用的 然後我心想 糟了 打完麻醉之後 我就不斷控制不到自己 不斷流眼淚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辦 好 唉 打完沒有痛 我已經散了出來 可以的 可以的 不用緊張 放鬆 深呼吸 可以的 沒事的 你很厲害 嗯 懂不懂 自己很想嘗試多些 可以生的事情 都好像做了 但是如果身體 沒有反應 那一刻是 無奈的感覺 我覺得是 旁邊的人的鼓勵很重要 他一直在街上說 不要想啦 不要想那麼多啦 你行的 他一直跟我說我行的 我想想你怎麼知道我行的 現在大雨無痛了 我終於都解決 首先不斷振同 然後不加上刺骨頭的感覺 我現在就 現在就 完全沒有那麼多 很厲害 但是打麻醉的時候 我感覺到那些藥呢 浸了那些神經 是 就是這樣 就是好像樹枝那樣 分佈了 是個 右腰的 所以我就很舒服 過下加上 過下又有捷徑 所以就 又忍一忍不可以 都挺辛苦 對 對 我爭氣了 直股頸 很擔心 那些姑娘就很有經驗 看看我有沒有反應 有沒有反應 叫做打質粉 trick位 就是你如果打了毛痛的時候 那是我們的背後 你應該要平分 你的藥才可以很平均的 令到你可以不同的 當我一打質的時候 藥就會留在一邊 就開始感到疼 那我的疼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太感到疼 還是我對那個疼錯 很害怕的 我可能真的很怕疼 我真的覺得很痛 我完全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那姑娘說 可不可以幫我加藥 兩個小時 或者一個半小時才加 但是我每一個小時 都已經覺得很痛 痛都受不了 所以我就很請求 可不可以幫我加一點 我真的很痛 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當我打質粉之後 有反應 就是我的子宮頸是開始打開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值得開心的事 去到七次了 耶 我感覺到那個疼痛 都是會痛 雖然之前加完的 都會很痛 現在我是否有眼中鼻腫 很美女 很美女 希望我可以順利 去到最後那一刻 我可以生 可以生的時候 就叫醫生下來 那我就很開心了 因為我的朋友都跟我說 當醫生下來那一刻 你通常半小時之外 就可以搞定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有這個經驗 醫生通常下來之後 你已經是去到最後的階段 你只要一押 醫生幫你摺出來 清理了之後 你就搞定了 誰知道我足足在裡面 押了一個半小時 才把這個嬰兒生出來 因為嬰兒的頭是大的 偏大 而來 當我子宮頸全開了的時候 嬰兒的頭都還在上面 都還快跌出來的感覺 所以我從很早期的時候 已經開始押了 再焗硬一點 好 換一口氣 一二三再推 對了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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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長一點 好 來 鎖一口氣 再撐住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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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在IG寫到 我覺得整個人 做了一個運動 或者打了MMA 是因為第二天 我整個身都散了 為什麼呢 是因為 首先 我的手 是有握著兩個手掌 總之是要用力的時候 就好像撐蛙艇 這樣撐住 第二 就好像你要做SIT UP 你躺著的時候 撐住的時候 整個人要撐起 要撐高 所以腹肌要用 完全 在那個時候 你找不到你的腹肌 那是有姑娘 用手掌住我的腹 整個人這樣 推進來 就說 這裡用力 這裡用力 這樣 一 二 三 四 大力 七 好用力 好用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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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是十五秒 不可以 不可以漏了一口氣 我中間試過 譬如一 二 三 四 然後 呼 不痛不痛 別人漏氣了 重新來過 所以我第二天 我整個這條 我的手臂 我的背部 我的背部 我的腹 是很痛的 是動不了的 我覺得她動得很大力 哇 這個是千里之外的BB 是 近在眼前 遠在天邊 是嗎 加油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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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頭髮 啊 啊 脫了 頭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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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完 大家都沒有說性別 生完的時候 我記得 因為我覺得很累 我生完 我還要閉上眼 很辛苦 終於生完 我一直閉上眼 然後我記得有人喊 我說媽媽你看看寶寶 他是男還是女 我一開眼看到一個人捧著寶寶在我面前 我看一看他下面 是男生 那時我還在笑 有一個媽媽和爸爸一起剪 剪彩什麼 原來現在的醫生是很好的 醫生被媽媽剪完再被爸爸剪 分開 媽媽剪的刀 剛剛生出來的時候 真的被我剪過刀 第一刀也是我剪的 一刀是剪不斷的 我剪了兩刀 剪完了之後 抱著第二刀 就被爸爸在那裡剪 爸爸在那裡剪可以放姿勢 又可以慢慢剪 但那個是假的 那個是放樣的剪 我那個刀是真剪 那之前你有沒有猜男還是女 我回來了 我猜男 我猜男 你呢 我猜男 我們很早已經覺得 為什麼 女的皮膚會差一點 生男的皮膚不會有太大 你呢 你是什麼 本來之前我不是說猜女生 上次你給完超聲波的圖 我看之後 我就覺得她是男生 因為她生得很俊俏 我給你看看那張照片 我真的看到她的樣子 真的覺得很俊俏 這女生 我很肯定她是男生 很肯定 我看得出來 好像11月你也知道 我猜是 我是兒 因為 很圓 很圓 不是很圓 是兒子還是女 我是女 我也是堅持兒子 OK 兒子 OK 兒子 一定是兒子 為什麼 我覺得是 鬼王 一直都是故事 對 還有我朋友見完之後都說 這個是兒子 你怎麼做呢 是甚麼 是女生 怎麼選 為什麼 因為是女生 是女生 我也是猜女 我也是猜女 生女生女生 一定是女 你肯定是女 兒子 兒子 我肯定是女 我肯定是女 因為你平時 我肯定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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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生小肯定是女 肯定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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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女 肯定是女 你的肯定是女 他肯定是新女 肯定是女 是典型 胸兒辣女 你喜歡吃胸兒辣女 你喜歡吃胸兒就是兒子 喜歡吃辣的就是女 我叫女 好 因為要跟我的女人做姊妹 我跟你們這樣女 我想像你是這麼漂亮 我猜是幼 我也猜是幼 真的嗎 那時候張演 comp 也是啊 不要緊 大家都是猜的 另一個Alpha的出現 是不是啊 又高又瘦又漂亮 另一個新一代女神 好 看看你猜得對嗎 好 女兒呢 媽媽的樣子可能是差不多 身形 皮膚 腫的程度都沒有 你現在也是很漂亮的 我還是覺得像是女兒 我可以繼續 因為我的照片是女兒 可以 但在網上就猜到女生比較多 好像有百分之七十幾是猜到是女生 男是女都不要緊 兩個都開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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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啊